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郑青慈祥问道 爸 你能不能给我找点事做 林轩忽然问 你说什么 林郑青以为出现了幻听 诧异地看着儿子 我说能不能给我找点事做 林轩又重复了一遍 林郑青这一瞬间感觉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心猛地一颤 急切问 你想做什么 我想快速成长强大起来 不知道该做什么 但姐夫说找你就行 林轩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虽然林轩一副没出息的状态 但在林郑青眼里 这却无异于金不换的浪子回头 这一瞬间 林郑青这些年 对儿子所有的不满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欣喜与激动 好 林郑青立刻答应下来 却因为太激动 这声音都有些走音 对自己的失态 林郑青没有丝毫在意 在屋里来回快速走了几步 猜到 现在太大的公司不大适合你 小公司没发展前途 咱家今年下半年才开发的项目 给你打理吧 主要做的是厨具这块 生产质量都很硬 基础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今晚我给你所有资料 你看看能不能把营业额朝上做一做 你看成吗 行 林轩之前可都听徐芳说了 到时老爹说什么 他都硬下来 反正他爹是不会坑他的 看儿子如此爽快地答应下来 林郑青此刻竟然有些老怀大胃 欣喜到 小轩长大了 听着父亲慈祥的话语 林轩心里微微有些触动 再仔细打量了眼父亲 林轩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不孝 也不知多久没打量过父亲 这仔细一看父亲脸上的皱纹 定角的银丝都格外地扎眼 自己只是稍微地转变 竟然能让父亲如此欣喜 那以前的他究竟让父亲多失望 看着父亲欣喜的模样 林轩心里竟然也感觉有些欣喜 一时间 林轩竟然有些喜欢这种感觉 这一刻 林郑青也顾不上手头的工作 开始跟儿子讲解这个公司的规模 结构和经营理念 林轩虽然前二十多年都是个草包 但并不妨碍他智商确实够用 很多经营上的理念 经过林郑青这个老狐狸 深入浅出的分析 他也能迅速消化理解 不知不觉 时间就到了晚上九点 两个多谢小时的消化吸收 林轩对这个公司也了解个大概 我知道了 明天我去公司看看 看看能不能做成一些事 林郑青点点头 温和道 做事之前可以跟公司同事商量一下 如果还有不懂的 随时问我 成 林轩跟林郑青到了别 回了自己房间 开始准备明天打理公司的计划去了 等儿子出去后 林郑青坐在椅子上一时有些出神 在一间书房里 自己跟儿子促膝常谈 自己对他并不是批评教育 聊得反而是公司的发展 这样的场景 不是他以前梦里才会有的吗 没想到 今天竟然实现了 想着想着 林郑青以老泪纵横 随即想到 那小子是听姐夫说 才来找他的 想到这里 林郑青才想起来 他还没好好感谢徐芳 这才九点多点 现在的年轻人睡觉都晚 徐芳那小子应该也没睡 收拾下心情 林郑青朝徐芳房间走去 再说 徐芳之前回到房间后 挣完了货手机 忽然就收到了赵雨菲的聊天消息 徐总 A市江这大酒店 今天花了大价钱 做了次三地强体灯光秀 吸引了不少人 听说要连着举办三天 赵雨菲叹了口气 这些不都是我们以前完胜的路子吗 他们就开始照搬了 看到这个消息 徐芳也翻了个白眼 他们这真是白捡便宜啊 而正是赵雨菲的提醒 徐芳才想起来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没做 当即回了条消息过去 别着急 我这就出个大招 一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收到徐芳发来的消息 原本还有些担忧的赵雨菲心下大定 徐芳应得成 诺 啥时候没兑现过 打开秀兰大酒店的微博 徐芳思考片刻 便开始输入 还记得美颜神药豆蔻泥吗 无痕驱疤 美白蛀炎 清除皱纹 全部为中药材调制 无毒无副作用 但因为药材太多珍贵 一直无法批量生产 经过我们不断寻找 终于又找出几株珍贵的药材 配出了少量几瓶豆蔻泥 现价格与以前保持一致 依旧为10万元每瓶 购买资格 秀兰大酒店积分满100万 活动期间 在A市秀兰大酒店 每消费一元可获得1.5个积分 当然 积分存不够的同学也不用丧气 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积分 时间不会太久 我们会推出其他优质 让人惊喜的产品 秀兰大酒店的会员 有优先购买权哦 敬请期待 现转发并艾特三名好友 将随机选取一人 赠送一瓶豆蔻泥 在下方配了豆蔻泥的照片 以及秀兰大酒店的照片 徐芳检查了下没有错别字后 点击了发送 而此刻 徐芳又给技术刘安打了个电话 让他在粤海村官网上 挂出这个消息 关于这个宣传网页 徐芳之前就做好了 版面设计都非常精美 很快 粤海村的官网 也挂出了在秀兰大酒店消费 可获得购买豆蔻泥资格的横幅 秀兰大酒店的微博粉丝数量 已经两百多万 直逼三百万人 在如此庞大的粉丝基础上 加上现在正是大家上网的高峰 这条微博发出后 网民们立刻躁动起来 卧槽 神药出现了 愿用身上三十斤肥肉换中奖 靠靠靠 我要去秀兰大酒店狂吃一百万的菜 我去 厉害了A市 还好我是A市民 明天就去吃饭 还会推出其他产品 秀兰大酒店的积分厉害了 看来以后去酒店吃饭 还是必须去秀兰大酒店啊 求中奖 求送豆蔻泥 万分需要 神药重出江湖 估计这几天又会是一阵腥风血雨啊 群众的反应都很激烈 本以为豆蔻泥上次出现之后 就不会再有了呢 没想到事情再次出现转机 那些确实很需要豆蔻泥的人 目光同时落在了秀兰大酒店身上 A市 将这大酒店 孔朝铃看着酒店墙壁上 投影出美轮美奂的灯光秀 心里也有些欣喜 随即 他脑海里就浮现出徐芳的身影 嘴角也露出一道坏笑 徐芳 这次我看你怎么应对 他相信 延续三天的灯光秀 一定会把A市市民的注意力 全部都吸引到将这大酒店身上 眼看着灯光秀就要结束 孔朝铃心情愉悦 回了办公室 刚坐下没多会 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 请进 很快 门被推开 酒店经理急忙跑了进来 孔总 秀兰大酒店又有动作了 又有动作了 这么快 孔朝铃有些诧异 自己展开灯光秀的消息 时间也不长啊 对方这么快就能整出心门儿子 不会也做了灯光秀吧 当即好奇问 啥动作 您看 酒店经理把手机递过来 屏幕上显示的 正是秀兰大酒店的微博 孔朝铃急忙读着内容 当看到秀兰大酒店 竟然跟豆蔻拟友了合作 她身体不禁一晃 刚才还胜券在握的她 在这一刻 身体如同被掏空 郑郑发呆了半天 孔朝铃才兴趣确确确道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等经理出去后 孔朝铃摊坐在椅子上 不禁长叹了口气 徐芳 你可真是妖孽啊 姐自打进了江浙大酒店 这些年无往不利 咋就在你这一直栽根头 你真是姐命中的结束 原本对江浙大酒店 信心满满的孔朝铃 在今晚 终于颠覆了这个想法 徐芳并不知道 这件事对孔朝铃造成了多大的打击 做完这些宣传后 徐芳刷新了几下微博 才赫然发现 转发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短短半小时 转发量就达到了一万六千多次 而且速度还不断提升 看着这势头 徐芳心里暗乐 明天的营业额能达到多少 徐芳心里也无比期待起来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传来 徐芳心里好奇 难不成是林香雪来了 打开房门 徐芳不禁有些诧异 书 你找我有事 方便吗现在 咱们也俩聊会 林郑青笑问道 方便 徐芳测过身 让林郑青进来 给林郑青倒了杯水 徐芳也没吱声 安静坐在林郑青的对面 林郑青再仔细打量着徐芳 心里也颇为感慨 以前他很少相信 世上会有什么贵人 但借他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徐芳 确实是他们林家的贵人 先挽救他女儿于毁容的阴影 现在才来燕京半天 又把他儿子从败家子的行列 拉回了正轨 可以说 他的两大心病 全被徐芳一人给治好了 就坐在这里 安安静静的年轻人 怎么就有如此大的魔力 这一瞬间 他对徐芳也无比满意 这个年轻人 虽然至今没展现出多大的背景 但他却觉得 徐芳和燕京那些年轻一辈比 并不逊色什么 至于背景 林家给你就是 深吸口气 林正清才问道 小方 上次你治好了香雪的伤 做书的也没给你什么表示 这次你又开导了小轩 你是我们林家的恩人啊 徐芳文言立刻摆手 书 我跟香雪这关系 你这么说 就太见外了 书也不是跟你客气 香雪那孩子脾气倦 自尊心强 以后有什么困难 如果解决不了 你可以私下给我打个电话 咱们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就是拼了这身老骨头 也要把你们的事解决 林正清严肃道 谢谢林叔 要真有解决不了的麻烦 到时我会麻烦林叔的 对了 你今天跟小轩说了什么 让她有这种转变 林正清好奇问 徐芳微微一笑 也不隐瞒 如实道 您打理着偌大的林家 如果没有足够的手腕和智慧 肯定做不到今天的成就 香雪几年前在M省 就被人誉为商界女王 说明你们老林家的基因 还是非常优秀的 林轩的天赋都不错 唯一的不足就是性格方面 年轻人都喜欢出风头 但以前没有多少正确的引导 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做 所以才选择了旁门左道 但那些旁门左道 归根结底还是上不了台面 这层窗户纸只要轻轻给她捅破 以她的聪明 肯定知道这条路是不对的 这时候稍加引导 她自然就会朝正轨转变 听着徐芳微微而谈 林正清也恍然大悟 伸出大拇指赞道 我林家的基因我有信心 不过你这小子才是大智若妖啊 以后我该怎么引导她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反正都是林香雪的家事 徐芳也没糊弄 认真道 书 虽然宝建峰从魔力处 但刚开始如果受挫太多 难免会打消一个人的进取心 你可以给她一个不大不小的生意打理 然后暗中派人辅助 让她在事业上获得一定成功 她也能从中获得快乐 从而会把多余的精力放在这块 到时再适当地磨练 一定能成为林家最锋利的剑 好 徐芳说的与她不谋而合 林正清看向徐芳的眼神 也愈发顺眼 犹豫了下 林正清把儿子的事放在一边 吻声道 小芳 你这次来燕京 其中还是有不少凶险的 至少在年轻一辈中 书坦白跟你说 可能会有人因为你跟香雪在一起 对你和我们林家动手 林家这边我倒不担心 但你这边还得多做防备 放心吧书 我有心理准备 你心里有数就行 明天你不是跟燕京的年轻一辈碰个面吗 到时可能就有人对你发难 做什么事三思而后行 如果解决不了的事暂时忍忍 回来跟我商量下怎么应对 林正清拍了拍徐芳肩膀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等林正清走后 徐芳坐在房间内 仔细想着她来到这里的意义 想明白后 徐芳心里吓了一跳 林正清来她这 一来是为了感谢徐芳 把林轩带上正路 二来也是承认了 徐芳是林家姑业的地位 自己和林香雪只是相互扮演的情侣 谁也没有明确戳开这层窗户纸 到时万一俩人的事儿没成 岂不尴尬 想了半天 徐芳也没个头绪 干脆倒在床上休息 一日 下午五点半 徐芳开着林香雪的车 一起朝天音会所赶去 香雪 这次来的都是什么人 徐芳好奇问 以龙吟的能量来看 燕京有头有脸的少爷能来一半 那些不入流的角色 更会赶着朝这边凑 不管如何 还是小心为妙 林香雪提醒道 徐芳不置可否 燕京这个圈子错综复杂 能混到现在还没死的 要么自己很牛 要么家里很牛 但徐芳想把自己的产业不断扩大 以后自然都要面对 这次无非是把时间提前了一点而已 半小时后 两人就到了天音会所 看着高五层的建筑 外表装修的就比较高档 进去一看 里面的布局更是豪华 低音旋转的音乐 让富贵堂皇的地方显得很有品味 两位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看到有人进来 立刻有服务员过来 我让龙吟在这里预定了一个包厢 不知是几号 徐芳问道 您跟龙少是一起的吗 快请进 服务员听到龙吟 精神顿时一震 对徐芳和林香雪的态度 又恭敬了几分 直奔顶层 服务员恭敬道 五层只有一个包间 名为九五至尊 两位请进 徐芳微微点头 推开包间的门走了进去 进去后 视野一阵开阔 房间面积近八百平 进去后就听到 重重的流水声 仔细看去 才发现四周是一个 人造的小溪流 进门处 则有一个水潭 饲养着金龙鱼 简单的一个包厢 竟然是一个风水镇 布局的人应该很有实力 隐约有风生水起 时来运转之意 走过人造的小桥 周围摆满了酒架子 上面有各种红酒 黄酒 白酒 以及啤酒 各种点心 干果 水果等 也都应有尽有 中间的地方 已经有二十多人 坐在那里喝酒聊天 徐芳看了看几人喝的酒水 八十二年的拉菲居多 而且是人手一瓶 甚至一些明显不喝酒的人 还会再点点其他名贵饮料 桌子上的零食 价格也都不菲 都是其真一果 看到这阵仗 徐芳不禁翻了个白眼 感情龙银这孙子 是想横宰他一刀了呀 不过 你要想在这地方宰我 可能真是 失算了 不动声色走过去 林香雪挽着徐芳的胳膊 两人飘飘然走了过来 大家并不认识徐芳 但都认识林香雪 看着林香雪光洁白皙的皮肤 那些只是听说过林香雪毁容的人 不得不怀疑毁容事件究竟是真是假 好久不见 大家都混得不错啊 一个个气度不凡 跟以前傻不愣登的样子比 真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林香雪笑隐隐打了声招呼 那慵懒华贵的气息散开 竟然强压这群公子哥的锋芒 整个燕京 赶随口说 这些人年轻时傻不愣登的人可不多 但林香雪绝对算一个 香雪姐 你昨天回来怎么不知一声 搁几个也好给你接风洗尘 一人跟林香雪打着招呼 是啊 不厚道啊 来了不说一声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道 林香雪浅浅一笑 这不专门摆酒 给你们赔罪来着 对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人 徐芳 徐芳上前一步 温和道 今天我做冬 大家放开点 玩得开心 看了眼徐芳 倒也没什么不平凡之处 其他人心里泛起了嘀咕 这小子究竟哪好 林香雪怎么就看上了他 徐芳 香雪姐在我们燕京 可是出了名的美女 燕京春夏无香雪 四季何时不冬秋 香雪姐不在燕京的这几年 哪怕大夏天的 不少公子哥 心里都心灰意冷的 你怎么追到香雪姐的 一个化着烟熏妆的女人问道 看着大家目光 都落在自己身上 徐芳笑道 这个说起来比较简单 但做起来比较困难 香雪这种美女 只有一点出色 肯定是配不上她 首先需要颜值 然后就是人品 脾气 能力 眼光 格调 爱好等等 每一样都非常出色 再加上一颗赤诚的心 那就差不多了 吐 听到徐芳这话 在场不少人 心里同时吐血 你压实靠的不要脸吧 哈哈 你这人可真逗 烟熏妆女孩 听完徐芳的话 大笑了几声后 雨风忽然一转 犀利道 在场的人 我想绝大部分男的都喜欢香雪姐 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都不如你了 徐芳眼睛寒芒一扫 目光就落在了这女孩身上 看着人处无害的女孩 此刻眼里却有些狡黠 徐芳心里稍微琢磨下 立刻猜出这女孩 要么跟林香雪不对付 要么就是受人指使 来为难自己 只是刚刚进门 刚跟这些人打声招呼 结果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坑 徐芳心里不禁感慨 这群公子哥 活着真特么累 处处算计 表面不动声色 徐芳温和道 感情是神圣的 怎么可以用来比较 一看你就没喜欢的人 姐有男朋友 你还挑衅地看了眼徐芳 那你敢不敢明天跟她结婚 徐芳问了句 结婚怎么能这么仓促 还没到时候啊 你还顿时急了 你也不缺钱 找的男朋友 应该不是穷酸小子吧 生活都稳定了 而且也都有时间 该准备就准备 徐芳将皮球踢过去后 便笑着招呼其他人 看着徐芳不接招 女孩却有些不依不挠 继续问 香雪姐 你跟三爷不是有娃娃亲吗 你现在心疼的男朋友 你爷爷同意了没 听到女孩如此犀利的话 所有人都饶有兴致把目光投过来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三爷 那可是除以天 燕京妖孽般的存在 无论是长相 气质 能力 都是人中蛟龙 哪怕那些久经沙场的老狐狸 见到他 有时也要暂避锋芒 如今竟然有人 把他指付为婚的未婚妻给撬走了 徐芳的命运 究竟会怎样 徐芳的目光也冷了下来 不过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温和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妹竹香 方哥 我就随便一问 你不会记恨上我了吧 烟熏庄假装怕怕道 如果别人说的是徐芳 徐芳自己倒可以忍受 但眼前的烟熏庄 明显把林香雪逼到了道德的死角 徐芳心也一沉 冰冷道 小时候你爸妈肯定想让你考清华北大吧 不知你考上没有 你爸妈肯定想让你打扮得正经一点 不知你现在化妆成这样 你爸妈是否支持 你爸妈让你自尊自爱 你滥交男朋友 不知你爸妈是否同意 在座的谁 又能保证自己每件事都听从了爸妈的意愿 我想很多事都没听吧 你们现在都不听爸妈的话 却想要求别人去履行父母在他未出生时许的承诺 不知你们感觉这事情可笑吗 被徐芳如此犀利的话反击了下 竹香也是一愣 想反驳 却是哑口无言 半天才满脸通红 一拍桌子道 叫你一声方歌 是我尊重你 你说我滥交男友是几个意思 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 我要求你立刻道歉 徐芳 你这么侮辱一个女孩子 真的是有失丰度 如果不道歉 未免落了林家的面子 再说 竹香可是竹家的大小姐 你这么说竹香 打得可是竹家的脸 于情于理 你得表示表示 龙吟在一旁悠悠道 竹香什么品行 在座的人有不少都知道 换男朋友的速度 虽然没换衣服的速度夸张 但绝对比大姨妈来得频繁 不少大家族小姐 也纷纷戏言 竹香睡过的男人 可以组成一个营了 徐芳说得虽然没错 但这种大家心知肚明的事 摆到明面上说 确实有些不妥 况且龙吟也要求徐芳道歉 自然没人会闲得蛋疼出来 接竹香老底 徐芳却不慌不忙 笑道 可能大家比较好奇 我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是个中医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只是看就能看出人身体的大体状况 这哥们 你是不是腿受过伤 你怎么知道 被点到的青年差一问 去年他酒家 直接撞大桥蹲上 腿被卡断了 当时这事还被报道过新闻 在座的也都知道 这帅哥 前两天才感冒好吧 徐芳又问道 嗯 这也能看出来 那人差一问了句 还有一些人 身体亏空 平时吃那种药太多 身体损伤很大 恐怕过段时间吃药 也没什么效果 这些人 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我这里有一些药方 无毒无副作用 有想要的 可以抽时间找我 我这里也有 治疗性病的方子 竹小姐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我也得向竹香小姐道歉 刚才一着急 就说漏嘴了 徐芳人畜无害地笑着 却让在场的人 感觉一阵心寒 你 听着徐芳阵阵有词的话 竹香满脸张红 怪不得最近感觉 有些不舒服 徐芳虽然说话难听 却解决了 她心里的一个困惑 但女孩子这种事 被当场揭穿 她还是很尴尬 丢下一句 你等着 摔门而出 不好意思 见笑了 徐芳微微一笑 对一个人的离开 并不在意 这群公子哥 大小姐们 此刻看向徐芳的眼神 就不大一样了 本来龙音把他们叫来 也隐晦地说一句 要给林香雪男人好看 但这里面有不少人 确实被酒色 亏空了身体 还想着 趁有时间联系下徐芳 所以在这一刻 原本还打算针对徐芳的人 也决定保持中立态度 短短一个交锋 徐芳轻松瓦解了一小半对手 原来芳哥是个医生 不知平时还有没有其他产业 一撞树胖子问了句 林香雪看着那胖子 小声提了句 徐芳 这胖子叫花强东 昨天跟你飙车那小子 是他弟弟 徐芳文言也有些诧异 不是冤家不巨头啊 感受着对方的来势汹汹 徐芳也不怯场 温和道 也没什么 就跟香雪合伙开家酒店 哦 这会所的消费还是挺高的 就比如这瓶拉飞 兄弟知道多少钱一瓶吗 花强东笑问道 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 价值也不一样 普通的土豆 在农贸市场几块钱一斤 在小餐馆二十块钱一盘 在星级酒店就能卖到几百 拉飞的进价我清楚 但在这里卖多少钱 我还真不知道 徐芳摇摇头 不错 什么样的东西在什么地方 价值就是不一样 能来九五至尊消费的客人 就算是你腿子 出去后 别人看他的眼神也不一样 这拉飞是通过正规渠道 在法国进口过来 在普通酒店 售价在八万左右 但在这里 却要卖到二十万 这二十多瓶 就是五百万 方哥 你身上带的钱够不够 花强东笑道 不够的话 得提前打个电话 不然待会结账的时候尴尬 这么贵 徐芳有些诧异 这会所还真敢开价 看着徐芳诧异的模样 一些公子哥 眼里有些轻蔑 花强东笑的声音 又大了几分 方哥 这会所其实是我家大伯开的 你要是手头拮据 可以说点好听的 或许我一高兴 可以给你免单 毕竟也是我花家的产业 是你们花家开的 听到这胖子的话 徐芳眼里笑意更浓 本来来这里消费 他是准备付款的 但现在看来 不多消费点 真是对不起这胖子 嚣张的态度 笑道 不碍事 花多少钱都行 就怕你不舍得花 方哥豪气 看着徐芳大气的模样 周围的人 不管是虚情假意 还是真心 纷纷出言赞叹 胖子 你们这有什么之前的玩意 都拿出来给我们见识下啊 龙吟笑道 今天徐芳照顾你们家生意 到时你也能跟你大伯邀个宫 花强东文言来了精神 对着徐芳抱了抱拳 嘿嘿笑着 那就多谢方哥厚爱 不是我吹 天音会所之所以在燕京上流圈这么出名 甚至在全世界的上流社会都比较知名 因为这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值钱的东西很多 但咱们也不能坑人 我就简单罗列几样 大红袍姆树产的茶叶 已经珍藏六年了 咱们这有 因为数量极为稀少 一般不对外供应 价格也是高得离谱 现在一刻在外面出售 应该能卖上的三五万 在咱们会所 一刻的价格就是五万 照着咱们这接近三十人 怎么这也得三两 三两是多少钱啊 一人问道 一百五十万 方哥 这钱你舍得不 花强东挑衅地看了眼徐芳 可以 不贵啊 尽管让他们上 管够 徐芳一挥手笑道 爽快 花强东笑了笑 又道 除了这个 咱们还有各种酒水 点心 要不我看着都上点 价格也就一百多万 可以 徐芳爽快点头 既然是会所 应该还有不少服务吧 花强东眼睛一亮 笑道 这个确实有 咱们这有世界顶尖的按摩师 服务的价位也是几千到几万不等 如果时间长的话 还会再加钱 既然来了 不妨用最好的 徐芳笑了笑道 爽快 芳哥就是霸气 我服 就这标准 说实话 我都不敢担着 花强东感慨道 徐芳 不是我想质疑什么 主要我也要为兄弟想着 你点这么多东西 最后不会没钱结账吧 不如咱们先把这些消费的账单结了 后续再有什么开销 都记我账上 龙吟适时说了句话 其他人此刻心里为徐芳捏了把汗 刚进来的时候 龙吟给美人点了一瓶82年的拉费 这就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然后 后续又是大红袍 又是高级服务的 这一次的开销 至少也得大几百万 直逼千万了吧 他们虽然是各大家族的富二代 但让他们一下拿出千万的资金 出来吃顿饭 让他们家人听到 恐怕免不了皮肉之苦不说 还要被关禁闭很长时间 龙吟这次真够狠的 直接把林香雪男人当铠子宰了 只是徐芳之前看起来很大方 不知究竟是有钱还是没钱 将在场诸位的表情尽收眼底 徐芳也知道大家所想 轻松笑了笑 有的人拿出这千万来轻松自若 有的人却拿不出来 明明家族的力量相差得不那么大 究竟为何每个人的差距这么大 我帮你们解开这个答案 有的人在跟你们玩的时候 还经营着自己的事业 他们花自己的钱 自然心安理得 有的人跟你自称兄弟 却只待你花天酒地 在正路上却从不提点你们 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兄弟 我看未必 对了 胖子 叫人进来结账吧 徐芳挥了挥手 听着徐芳的话 不少人心里忽然一动 看着徐芳的眼神又复杂了几分 徐芳这句话 明显是在讽刺龙吟 谁都知道龙吟事业有成 在龙家年轻一辈 发挥着重要的角色 虽然龙吟经常跟他们喝酒游玩 甚至龙吟买单的次数比较多 但在生意和资源上 对他们几乎是闭口不谈 谈的时候也只是向他们索要一些资源 原本还没感觉出什么 但经过徐芳一点醒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这一瞬间 大家对龙吟忽然疏远了几分 龙吟自然也听出徐芳这话的弦外之意 心里暗骂徐芳老狐狸的同时 却也是无可奈何 正当屋内的气氛有些微妙时 一名服务员适时走了进来 脸上挂着笑容问 请问谁要结账 徐老板结账 龙吟指着徐芳笑道 先生 你们这次一共消费了863万 我们总经理说3万块可以抹零 共收您860万 服务员慢声细语道 众人也看向徐芳 看看这家伙究竟能不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 徐芳拿出一张黑卡递了过去 笑道 我这有张会员卡 你拿去刷吧 先生 这是我们会所的会员卡吗 服务员好奇地拿在手里 应该是吧 你拿去刷试试 要是钱不够我再补上 徐芳不以为意道 看徐芳信心满满的模样 服务员迟疑了下 便拿了卡出去了 小心翼翼拿着卡来到楼下 恰好碰到了会所总经理 一般有人订购五楼的时候 总经理总是要关注下的 毕竟那一层 最低消费是五十万 这可都是会所的大客户 看到小飞下来 总经理叶芬笑问道 小飞 楼上付款成功了 没 那位客人说刷咱们的会员卡 我来的时间比较晚 没见过这种会员卡 咱们之前是不是还有别的会员卡 小飞好奇地举起那张黑卡 看到那张黑卡 叶芬心却是一颤 当年接手这会所总经理的位置时 老爷子就专门交代 如果有一天 有个人拿着一张比较特殊的 黑色会员卡 一定要好生招待 无条件满足对方一切要求 不过转眼四年多的时间 期间可从没有过这种会员卡 如果再不出现 他可能都要忘了 拿给我看看 叶芬心里也无比好奇 大声叫了句 接过这种会员卡 仔细打量了一番 会员卡上没有任何字迹 但借着灯光 却能隐约看到三个彩色的字 花千古 花千古 这不是老爷子的名字吗 这一瞬间 他感觉这张卡 就是老爷子说的那卡了 小李 你刷下这张卡试试 叶芬将卡递给前台的收银员 会员卡只有在前台才能使用 小李硬了声 在金额上输入八百六十万的字样 然后拿起这张卡刷了一下 其他服务员也都好奇地凑过来 系统短暂的卡顿后 随后电脑屏幕出现了支付成功的字样 成功了 叶芬看着那支付成功的页面 心顿时颤抖起来 当时老爷子很郑重地交代 如果有人拿着这张卡来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他 这持卡人究竟是谁 这张卡为何会送给那人 叶芬心里有着千百个疑问 叶总 这卡我给送上去了 小飞看刷卡成功 心里也没多想 就要拿卡上楼 等一下 回过神的叶芬大声叫道 叶总 有事 小飞好奇问 卡给我 待会我给送上去 叶芬深吸口气平静道 好的 小飞也没多问 将卡递了过去 接过卡后 叶芬坐上了电梯 并拿出手机 找出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 一道仓老弹中气 上足的声音传来 小飞啊 你找我 老爷子 您还记得几年前 您跟我说的那张黑色会员卡吗 今天有人拿着这张卡来 咱们会所消费 而且还支付成功了 卡上面印着您的名字 他人在哪儿 原本还无比平静的花老 此刻忽然激动问道 在会所 你稍等 让他先别走 我这过去找他 老爷子立刻道 叶芬文言吓了一跳 急忙道 老爷子 这大老远的 等你过来 人家或许就走了 不如您跟他先通个话 然后让他去拜访下你 这怎么成 怎么能让他来拜访我 不懂规矩 你先把电话给他 千万别让他走了 花老爷子立刻道 好的好的 我这进去 电话也没挂 叶芬推开会所的门 这些少爷小姐们 可都认识叶芬 花强东看到来人 也熟络道 芬姐 那张卡刷成功了吗 刷成功了 对了 请问这张卡是谁的 叶芬问道 我的 有问题吗 徐芳温和问 老爷子想跟您说句话 不知您方不方便 叶芬看了眼徐芳 一副平凡的打扮 这年轻人究竟有什么不同 究竟让老爷子如此激动 还是说这个青年 拿的是别人的卡 并没他想象中的怯场 眼前的年轻人 落落大方道 给我吧 叶芬将电话递给徐芳 徐芳拿过后温和道 老爷子 身体还好吗 电话那边短暂的沉默后 就是一道苍老激动的声音 恩人啊 您终于出现了 这些年可让我好找 您稍等一会儿 我这就赶过去 千万千万不要走 徐芳文言吓了一跳 急忙阻止道 千万别 让您大老远跑来 我担待不起 而且 这边一帮毛头小子 您过来也不大合适 不如这样 我还会待烟睛两天 等明天 我给林老爷子过完大寿 就去看你 林老头大寿 我明夜过去呀 那正好 听到徐芳的话 花老爷子顿时激动的 徐芳想了想 既然对方要来 那自己 也没躲着不见的道理 笑道 行 那就明天见 老爷子你多注意身体 那老头子 今天就不过去了 那张黑卡 可以无限额消费 你务必要吃好喝好 花老爷子郑重道 刚才徐芳 还走到离大家比较远的地方 现在也回到了这群年轻人身边 看着大家目光都投过来 徐芳十分淡定地回话 我自然不会客气 也是有缘 恰好看到了你孙子 花强东 拓 那小子眉不开眼得罪你吧 花老爷子心里一个机灵 自己孙子 他可知道什么样 倒没得罪我 不过你也知道我 一生不爱慕虚荣 只追求平淡朴素 见不得铺张浪费 要是旁人就算了 既然是老友之后 我得多嘴说两句 现在的世家少爷 哪个不气度不凡 沉稳大气 强东还是稍微浮夸了点 今天在桌子上 点了近三十平拉菲 大红袍估计把你们底都抄了 这一次消费 怎么着也得八百多万 虽然遭踢的是你家的钱 但怎么着 也是你拼尽一生打下的江山 坐吃山空啊 要是这么挥霍下去 实在让人痛心啊 您教训的是 那小子就欠收拾 不知钱来之不易 不知道那得让他知道啊 打下江山容易 守住江山难啊 一丝一缕 当思来之不易 以后需要钱 就让他自己去赚 向家族要的每一笔钱 你们也要清晰掌握动向 家里的产业 每次消费 最好限定在一万元以内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培养家族人才 需要好好磨练 以后的时代 可都是这群兔崽子们的舞台 你再想管也无济于事啊 徐芳一番痛心疾首的话 让花老爷子心里也十分感动 郑重道 要不是你点醒 我可能还蒙在鼓里 今晚我就给他爸打电话 让他好好管教管教 天也不早了 我待会也回去 咱们明天再见呗 徐芳温和道 好说好说 挂了电话后 周围人们才有些发呆 小子 你给谁打电话呢 花强东之前听叶芬称呼 打电话过来的是老爷子 难不成是他爷爷 如果是真的话 那徐芳刚才在电话里那番话 真够他喝一壶的了 当然 这也并非重点 重点是 徐芳怎么会认识老爷子 而且 看关系还不错 要是真得罪了什么人 估计他又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强东 刚才徐公子在跟老爷子通话呢 一旁叶芬看了眼花强东 眼里也有些怜悯 这个少爷平时就嚣张跋扈 今天能被人收拾 确实很解人恨 啊 花强东顿时待在原地 徐芳看闹剧已经差不多了 招呼道 大家没事的 不妨找个人来捏捏脚 好好放松放松 明天家里老爷子过大寿 我跟香雪就先回去了 说完 徐芳跟大家拱了拱手 牵着林香雪的手朝外走去 目送着徐芳两人离开 这群人的目光 也都露出不同的神色 林香雪这男朋友 虽然不是燕京本地人 但同样不容小觑啊 燕京 林家家大业大 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对象 哪怕是一些真正的顶级家族 也密切关注着这个家族的动向 林家小子林轩 有手好闲 不务正业 林正清估计很难把家业留给他 哪怕真的留了 恐怕也留不住 能打理林家的 只能是林香雪的 得香雪得林家 这也是所有家族的共识 不管是出于家族利益的目的 还是就喜欢林香雪这个人 林香雪的动态 更是备受年轻一倍关注 而徐芳的出现 也迅速将大家的注意 转移到了他身上 当天晚上林香雪男朋友的一些事 快速在燕京传开 开着普通大众 赢了法拉利 当面训斥竹香 让对方哑口无言 一名神医 直接指出一些人的身体疾病 交锋龙吟 既高一筹 各种传闻真真假假 倒是把徐芳推到了风头浪尖 而林香雪与厨一天厨三爷 也是两家老爷子当年订的娃娃亲 如今林香雪私自找了男朋友 这打得可是整个楚家的脸 以三爷这么骄傲的人 究竟会怎样应对徐芳 一时间 大家的心也都提了起来 林郑青此刻坐在书房 看着属下传来的资料 徐芳今晚在天音会所的经验表现 确实把他吓了一跳 本以为徐芳虽然聪明 多多少少也会吃点亏 甚至他都考虑好 怎么帮徐芳彻底善后 却没料到徐芳能把事情做得如此漂亮 扬长臂短 借力打力 在那种群体中 还能游刃有余地对付各个角色 真是比老狐狸还要鸡贼呀 这才配做我林家的女婿 分析着徐芳的所作所为 林郑青欣慰笑了笑 当然 今晚最惨的莫过于花强东了 花老爷子给花强东他爹花无缺打了个电话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 被骂得狗血淋头的花无缺 也毫不犹豫把儿子叫回家里 连梯带踹打了一顿后 直接冻结了这小子的银行卡 没收了跑车和在会所消费的资格 然后扔给他一个小公司 让他随便折腾去了 对于外界的风云 徐芳却没过多打理 回到家吃过晚饭 洗漱完毕 跟林香雪在门口转悠了一圈 就回了房间 燕京这地方已经宫暖 雾霾很重 实在不适合长期在外溜达 回到房间 徐芳打开聊天软件 给赵宇醉发了条消息 宇醉 今天的营业额怎么样 掌势喜人 预计今天的营业额 要比以前增长35% 赵宇飞迅速发来了这段话 显然此刻很激动 对这个结果 徐芳也吓了一跳 看来自己当时走的路并没错 当即回复了句 这段时间 咱们营业额肯定会不断上涨 客人会随之增多 这也加大了咱们的服务难度 在服务工作上一定要做到位 赵宇飞 放心吧 徐总 我会严格要求员工 徐芳 好的 再过一段时间 我还会出一些方案 争取做成一个广告的生态链 让大家指上咱们酒店来消费 电脑那边的赵宇飞 听到这个消息 眼睛顿时一亮 快速敲一行字过去 徐总威武 跟赵宇飞作别后 徐芳心里也长舒了口气 A是这边的营业额 很快就可以稳定下来 等这次回去 也是跟孔朝龄亮剑的时候 徐芳准备了很多条蛙人的理由 就看孔朝龄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了 一夜无话 一日一早 徐芳在院子里打了一套拳 洗漱完毕后 时间已经七点半 吃过早饭 才刚八点 没等徐芳休息 就听林郑清夫妇开始催促 都准备准备 咱们八点十分去老爷子那 今天中午寿宴就开始了 好的 徐芳跟林香雪立刻收拾东西 八点十分 两辆汽车从别墅内快速驶出 老爷子住的地方属于郊区 而且在南边 这一开车 一个半小时才到地方 看到一处豪宅大院 徐芳也不得不感慨临驾 确实是个有底蕴的大家族 不说别的 现在享有这么大的宅子可不容易 因为来得早 门口的车不多 但周围布置得却很喜庆 走进院子里 一片草坪看着赏心悦目 朝里走走 就是一处厅堂 厅堂内 此刻已经坐着不少人 大姑 二叔 三叔 你们都在呢 看着屋内的人 林香雪甜甜笑道 哟 香雪 都听说你带个男朋友回家 怎么一去姑奶看看 这个就是小方了吧 厉害啊 刚来 就让那群小兔崽子震惊了下 一中年美妇 看着徐芳仔细打量一番 徐芳这健壮的身材 倒很符合这些妇女的口味 大姑过奖了 外面都以讹传讹的 我哪有做什么 徐芳谦逊笑了笑 也跟其他人见了面 徐芳这有理的模样 倒是得到了大家的好感 跟大家聊了会天 徐芳也没展露多大的锋芒 只是别人问两句才会说话 其他时间也多说 聊了十几分钟 林香雪在一旁提议 徐芳咱们去爷爷那看看吧 对此徐芳没有意见 点点头跟林香雪朝后院走去 走了一分多钟 穿过一扇院门 眼前的景象又是一遍 一处池塘在东边 西边则是一处竹林 在最里面 则是一排房屋 这里就是爷爷 平时住的地方 奶奶走得早 爷爷就一个人过 白天会在亭子里煮茶 有时候也会钓鱼 嘿 你看 那个就是我爷爷 林香雪看向池塘 眼睛忽然一亮 指着不远处的人叫道 徐芳也早就看到了一旁的老者 头发花白 脸色红润 一副鹤发童颜的模样 今年已经八十岁 身体还这么硬朗 显然是养生有道 林香雪牵着徐芳的手 欢快跑了过去 看着眼前的老者叫道 爷爷 老者抬起头看过来 当看到林香雪后 原本平静的脸色 露出慈祥的笑容 冲着林香雪招了招手 香雪 快来 被林香雪拉着朝前走 徐芳本没感觉什么 等快到的时候 徐芳忽然感觉 身上寒毛乍起 一道冰冷之意 直慢全身 徐芳心里一惊 不过长期的作战经验 并没让徐芳惊讶 跟常人一般稍微裹紧了衣服 才悄悄打量下四周 周围只有一名花匠 正在修剪植物之条 徐芳看了一眼那人 心里才蔚然一叹 不简单啊 差点就打眼了 这个看着名不见经传的老头 竟然还是个大高手 虽然不知具体实力如何 但能让他第一眼没注意到 显然十分了得 林家的底蕴 从这里也可见一般 前天下午才回来 昨天有不少事耽搁 今天一早我就过来了 林香雪乖巧地 坐在爷爷身边 抱着爷爷胳膊 撒起叫来 在外面闯荡也累了吧 有时间不如回家 咱家可不缺企业 你想做哪行 咱们都能做 林应天看了眼孙女 眼里满是心疼 随即目光落在了徐芳身上 那深邃的眼神 看了徐芳两眼才微微点了点头 那脸含蓄 实在不错 这个就是别人说的你 小男友徐芳 正是小子 徐芳不敢造次 恭敬应了句 小伙子做的什么生意 林老爷子笑问道 跟香雪一起 经营个餐饮企业 其他产业多多少少会涉猎一些 主业是个中医 徐芳客气道 中医 林老爷子诧异地看着徐芳 笑道 那你能看出我有什么问题没 老爷子身体硬朗得很 小子暂时看不出什么问题 徐芳如实道 没有就好 年纪大了 虽然不怕死 但也更珍惜时间 你们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林老爷子又问道 在M省已经发展得差不多了 现在正在江浙两省的谢氏集团斗 他们有个江浙大酒店 还比较厉害 我们从A市入手 再过段时间 差不多能把这地方全部拿下 林香雪随口道 林老爷子考虑了下 才叹了口气 全球最好的车 有法拉利 苹果手机 也是很高端的系列 但法拉利有没有让其他汽车 没有一单生意 苹果手机又让安卓机 没有了一点市场 一个企业再厉害 也不可能真正垄断所有市场 百度搜索引擎厉害吧 不也有360 谷歌 欧鹏这些搜索引擎存活 徐芳跟林香雪 本都是睫毛 都是空心的聪明 听到林老爷子这番话 两人不禁一愣 对视了一眼 皆是发现了彼此眼中的反思 爷爷教训的是 徐芳恭敬道谢 年轻人总想把事情做完美 你们之前有那种心态实在是正常 林老爷子笑了笑 问 小子 你懂了多少 敌人不可能赶尽杀绝 不必要浪费太多精力 去处理一个很难翻身的对手 然后努力发展自己 哪怕无法将对手赶尽杀绝 也要让顾客想购买这款产品时 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品牌 徐芳轻声道 林老爷子眼睛一亮 看着徐芳大笑道 好 真好 能明白第二点 更是难得 都是老爷子提点的好 换别人说 我还真不明白 徐芳一个马屁拍了过去 虽然嘴上奉承 其实徐芳心里清楚 老爷子确实是掏心窝子弟提点他俩 这一句话 可以让他少走一两年的弯路 这次回去 徐芳可能不会再在A市浪费太多时间 而是计划再将这两省快速买地 然后将秀兰大酒店的知名度迅速在两个省打响 孙女来了 也别钓鱼了 走 我那有点好茶 咱们坐着聊会儿天 小伙子 会下棋吗 老爷子问道 会一点点 徐芳谦虚道 那陪老头子下一盘 林应天收了鱼竿 带着两人朝后院走去 老路 一起 走到花圃的时候 林应天招了招手 给客人七壶茶 好的老爷 那花匠咧嘴笑了笑 将工具放下来 跟在了几人身后 老爷子住的地方也很雅致 一面墙全部是玻璃 顺着窗户能看到外面的竹林和草坪 以及花圃边的小溪流 环境优美 在屋内还有暖气 此刻品查下棋 倒是悠闲自在 下棋拿出真本事 可别糊弄老头子 让花匠摆好桌 林应天招呼徐芳坐下 林香雪则捧着茶杯 在一旁看两人下棋 花匠在一旁煮着茶 随时给几人倒茶 徐芳指黑子先行 一老一哨就下开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以前还在打天下呢 这一转眼就风烛残年 一边下棋 林老爷子一边感慨 一生终老 四季轮回 都是顺其自然 能没有遗憾地结束 才是最大的幸福 徐芳接了一句 以后这天下还是你们的 小芳 出于私心 我得多说几句 林家虽然有小轩 那个混账小子 但终究也是香雪的家 也是你的家 这些产业 切记不能糟蹋了 一个家族想长长久久 需要不断地堆积底蕴 咱们表面看着风光 但和真正的超级家族硬碰 不过是以卵鸡时罢了 林老爷子叹了口气 对林老爷子说的 徐芳了解一些 一些有底蕴的家族 可能从古代就传承下来 甚至都有千年的历史 里面的奇人异事 巨伤正遥都不计其数 而且各个实力错综复杂 又相互联系 形成庞大的人脉 力量 情报等体系 堪称恐怖 当即点点头到 我都会注意的 这个世界还是无奇不有 能人意识很多 不管有多大的成就 都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你这边也要注意 积累底蕴 有时候手底 能有一个奇人 可能在关键时刻 就能救你于水火 林老爷子 尊尊教会 我都记下了 老爷子年纪大了 说话也啰嗦 不过徐芳也不嫌烦 他知道 这些都是老人家 一辈子的经验 生怕晚辈吃亏 才如此迫切地说出来 对于能懂的人来说 这些经验 可都是无比宝贵的财富 下了一盘棋后 还是以徐芳落败告终 倒不是徐芳水平差 而是徐芳一开始下的棋 就是君臣之棋 在古代 大臣跟皇上下棋 赢了可是会有大麻烦上身的 所以 一开始的格调 就是要下书棋 但还不能被君王看出来 所以能跟皇上杀得旗鼓相当 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爷爷 时间不早了 您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要去厅堂了 林香雪看了看时间 快十一点了 十二点要开席 老爷子年纪年事已高 经不起折腾 行 正好我也累了 休息一会儿 老爷子笑了笑 那爷爷好好休息 徐芳到了声 跟林香雪一起出去 等两人走后 林老爷子躺在太师椅上 瞇着眼睛笑道 老陆 我这孙女婿怎么样 一直普普通通的花匠 此刻双眼闪过一道金芒 赞道 大志若鱼 大志若腰 刚见其念 我还以为是个普通小子 但经过刚才的观察 这小子不简单 心中有沟壑啊 林老爷子文言 也点点头 长吐了口气评价道 确实如此 这小子当真是个妖孽 说实话 整个燕京 这辈人除了处以天 那个小子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 这种气度的年轻人了 香雪能驾驭的了吗 花匠忧虑问了句 棋盘见人性 那小子下棋虽然招数神出鬼没 但风格却不狡诈险恶 人品应该也不差 只要他心正 那就没问题 真是个让人欣喜的小子 除以天 那小家伙 今天也来吧 待会寿宴上 估计不会太平 真想看看这俩家伙 谁又技高一筹啊 林老爷子眼里 闪过一道金芒与期待 寿宴十二点开始 十一点半 老爷子家里 就开始陆续上人 很快 大厅内就开始热闹起来 哪怕是豪门 也有各自的小圈子 看到熟悉的人 看到同级别的人 也都会凑到一块 一起聊聊喝酒 徐芳跟林香雪 在一旁负责招呼着客人 徐芳清楚地感受到 有不少目光不断打量着她 似乎想看看 林家的女婿 究竟是何方神圣 接近十二点 一位老者在大家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哟 花老爷子 您这身体真是硬朗啊 看到进来的人 立刻有人打着招呼 花老来了 快坐这边 一名老者看着花千古 立刻招手 花家在燕京地位也是不俗 想巴结他们的 确实不少 虽然家里的人很少在政界 但架不住花家有钱 各种资源都轻而易举能拿到 对大家的招呼 花千古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 在大厅内迅速扫视一眼 就看到了正在招呼客人的徐芳跟林香雪 徐芳那身影 这几年一直在她脑海挥之不去 哪怕现在依旧没有忘却 当看到徐芳那张脸 老爷子身体一呆 激动叫道 小兄弟 徐芳扭过头 也看到了这边的情况 当看着满头白发的花无缺 徐芳心里也不禁感慨 真是岁月不饶人 年纪到了一定岁数 每一年的变化都不小 老爷子 您快请坐 徐芳急忙迎过来 掺住花千古 这些年可让我好找 你这一走 连个联系方式都没 老爷子感慨道 不过上天 对我还是眷顾的 没想到临死前 还能看到你一面 一旁一个跟花千古 有几分相似的中年人 此刻也走了过来 真诚道 徐芳是吧 您可是咱家的救命恩人 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说 千万别跟咱们客气 恕您客气了 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你们没必要挂在心上 徐芳谦逊一笑 并不过分攀交情 周围的人看着徐芳 跟花家父子都这么客气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这小子好像不是京城的吧 怎么跟花家关系这么紧 好说歹说下 徐芳才将花家父子送上桌 此刻人已经来得差不多 林老爷子在花匠的陪同下 也从后院走进了大厅 林老爷子瘦比南山 老爷子身体硬朗啊 哈哈 老爷子您现在可福气了 子孙满堂 再过两年又可以抱重孙了 看到老爷子出来 大家纷纷祝贺 各位的心意我都收到了 老头子谢过各位 大家也都是老朋友 千万别客气 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林老爷子温和招呼着 楚家人来了 就当其乐融融一片时 人群里不知谁叫了去 众人的视线也落在了门口 只见一行四人 已经到了门口 老头子好久不见 你这身体还这硬朗啊 还以为你快进棺材了呢 哈哈 一道粗犷的声音传来 就见一灰色中山庄的老者 大笑着走过来 看着年岁已高 身材削瘦 但精神一说 很有风骨 此人 正是楚家老爷子楚静丰 而他身后 则是楚家的二代和三代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未免是其中一位白衣青年 看着剑眉星目 虽然站在那里没动 但从骨子里流出的气质 就让人心声蛰伏 哈哈 你这老鬼都活得好好的 想让我这么快进去可不行 林老爷子大笑一声 站起来道 快来坐吧 姐夫 那个穿白衣服的 就是厨以天 一旁林轩小声提醒道 徐芳微微点头 这青年确实气度不凡 甚至给他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众人也知道 林香雪跟厨以天 在他们小的时候 两家老爷子就订了个娃娃亲 接林香雪却率先有了对象 不知楚家究竟会不会提 很快 大家的精神就是一阵 等大家都落座后 厨以天则站起来 从身边一人手里 拿过一个盒子打开 朗声道 林爷爷 小子小时候就受您指点 恩情重于泰山 今天我准备了一些薄礼 也是孙子的一片心意 真是有心了 林老爷子此想道 小子 你准备的什么东西 一直神神秘秘的 连你爷爷都瞒着 座位上 楚老爷子忽然叫了句 众人此刻更加好奇了 厨以天送的礼物 竟然都没告诉他爷爷 东西太贵重 我怕爷爷您截糊了呀 厨以天倾笑一声 道 这是当今逢天石画的田园图 以天之道 爷爷一生淡薄 借此画 我祝爷爷能安享晚年 逢天石的画 乖乖 这可不得了啊 这老头的画 现在可值钱了 是啊 听说 现在已经不画了 留下的也没几幅 一幅画的价值 都在千万潮上 这些以后 都要进博物馆的东西 确实是好宝贝 周围的人惊叹道 林老爷子 眼睛也是一亮 逢天石是当今赫赫有名的画家 可谓艺术界一代宗师 画作浑然天成 千金难求 确实是个不错的宝贝 不错 收集到这幅画 应该费了不少心思吧 太难得了 林老爷子感慨道 借天还搜集了一株六百年份的野山餐 特来孝敬林爷爷 除借天又取出一个盒子打开 一株山身赫然在盒子里 盒子打开 离得近的人都隐约感觉到一股灵气 好东西呀 看着这东西 不少人再次一阵惊叹 这种东西都是千金难买 可遇不可求 没想到除一天一下 就拿出来两件其真一宝 确实是下了血本了 混账 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没告诉我 给他做什么 听到孙子竟然拿出这些宝贝 楚老爷子顿时吹胡子瞪眼起来 林老爷子此刻心里很是欣喜 笑盈盈看着楚老爷子打去道 老楚啊 你要是羡慕 不妨在我这多住几天 那山身我炖了汤 倒可以分你一些 滚蛋 谁稀罕 楚老爷子眼睛一瞪 随即目光 在大厅内扫尸一圈 就看到了坐在一旁桌子上的林香雪 以及他身旁的徐芳 香雪 好久没见 不认识我这糟老头了 楚老爷子忽然打了声招呼 楚爷爷 香雪怎敢忘了您 在我心里 您跟我爷爷都是一样重要的 林香雪盈盈一笑 有了男朋友 怎么也没带我那看看 我也看看究竟是什么人物啊 听到楚老爷子问这话 原本还有些轰乱的大厅 顿时出奇地安静起来 所有人都看向这边 现在楚老爷子明显是想发难了 楚老 小子徐芳 徐芳也不怯场 站起来温和见礼 小子 你给林老头送礼了没 都送的什么 也给大家见识见识啊 楚老爷子大声问 拓 楚老爷子 这就开始动到了呀 众人此刻看向徐芳 眼里有些幸灾乐祸 楚以天拿出两件平时难找的宝贝 如果徐芳拿出的东西跟楚以天比相差甚远 这脸可就丢大了 楚以天此刻也打亮了眼徐芳 深邃的眼神也出现一抹嘲讽 自从前天知道林香雪有了男友 这两样东西 他毫不犹豫砸了两千万买来 甚至还动用了不少人情 花这么大价值 只为打徐芳一次脸 在别人认为 这完全是败家的行径 但对他来说 却是值了 徐芳看大家都打量自己 心知是躲不过去 不过他也不怯场 温和道 既然楚老爷子想看 那小子就拿出来献丑了 说着 徐芳走到桌前 打开了自己的箱子 笑道 挺巧的 我这也是两件礼物 很快 老贵的摆件就呈现在大家面前 徐芳继续介绍道 这是采用正宗的千年海南黄花梨雕刻而成 放在房间内 可安神 养心 也是雕刻界大师秦鼎秦老爷子最喜爱的雕刻品 千年海南黄花梨 我低乖乖 光这木头就得几百上千万啊 要真是千年的话 几百万可能拿不下来 秦鼎 那可是雕刻界的太陡啊 他的雕刻品 我那还有一件 多少人想要我都没给 跟这龟确实没法比 栩栩如生 这雕刻品真是绝了 那老龟看着就让人心里安定 不愧是秦老爷子最重义的雕刻品 这可是无比珍贵啊 这摆件厉害 当这摆件出现后 周围的人顿时一阵惊叹 小子 这真是秦鼎雕刻的作品 除以天的父亲储传奇 轻壳一声说了 起来 秦老爷子的作品很少外传 这老龟摆件虽然我没见过 但却是听说过 平时客人想碰都舍不得 你这个可是真品 原来是这件老龟 怪不得刚才我感觉有些耳熟 就这老龟我记得前年 有个人开价三个亿 人家秦老愣是没卖 一个知情的人失声教导 随着一些对老龟摆件 有所耳闻的人的解释 不少人看向徐芳的眼神 也多了几分看戏的神色 看来这摆件是假的呀 这下看你如何下台 徐芳微微一笑 平静说了句话 却让在场的人眼睛一瞪 半年前有幸得到老爷子赏识 成为了秦老的弟子 今天是老爷子大寿 我也是费了些周折 才把这木雕拿来 至于有人怀疑摆件真假 我也不会怪你 毕竟每个人的鉴赏水平是有限的 这摆件不仅有形 有态 更有一种神韵 如有灵性 这点我想那些仿冒品 是做不出来的 不错 这水平一般的雕刻师做不来 一些人也暗自点头 看大家对这摆件已经相信 徐芳也不磨叽 打开另外一个盒子的 这是我专门配置的长生丹 顾名思义 吃了这养生的药 可以延年益寿 丹药 你配置的 小子 你当你是神仙啊 此刻 楚静风这接近八十的老头 率先嘲讽起来 楚老头 你现在成口舌之快 到时真出了意外 可别跪在人家门前 求人家治病 一声冷哼传来 众人差一看去 才发现 是花老爷子 为徐芳打抱不平 我说 你瞎掺和什么呢 被花老爷子这么一对 楚老爷子顿时不干了 四年前 我差点死了 要不是有幸被徐芳碰到 可能早被火化成灰 哪还能现在陪你喝酒 人家可是有大本事的神医 比你们供得跟宝贝似的 坐上冰墙多了 花老爷子吃笑一声 看向了林老爷子 老林 这要你敢吃吗 不敢吃 不如送我 听着花老爷子的话 众人心里不惊一惊 怪不得刚进门 花老爷子对徐芳就这么亲切 感情这小子 还是人家的救命恩人 徐芳温和解释道 这长生丹 大家可能怀疑其价值 但里面的配方确实珍贵 千年野山餐是主药材 又添加了东虫下草 海参等十几味名贵药材 经过六道工序 才算熬炼完成 应该有不少人知道豆蔻泥吧 那就是徐芳配制的 林香雪清淡的声音传来 却让在座的众人又是一阵 豆蔻泥 竟然是这小子研究出来的 这玩意一出 可让燕京各个豪门的女人 都疯狂了呀 楚静风瞪大眼睛看着徐芳 眼里有些难以置信 这小子还有这等本事 林老爷子同样有些哑然 看着徐芳笑道 既然这么有神效 当然我得自己留着 老爷子喜欢就好 徐芳微微一笑 坐回了原处 除以天眼里闪过一道阴霾 不过很快脸上就换上了温和的神色 笑道 徐兄真是出手不凡 不知徐兄都经营哪些项目 也说出来让咱们开开眼界 要是有发财的路子 又别忘了给兄弟们一些汤喝 我这小地方来的 哪有什么好项目 楚兄说笑了 能让香雪在那边不回来 肯定不是经营几家饭馆这种低级项目吧 怎么 徐兄莫非还瞧不上我们 徐芳心里冷笑一声 这家伙显然调查过自己 现在开始抨击他经营的酒店 在一些人眼里 做餐饮服务业的 确实是下等的体力脏累活 既然你感觉这是低级的项目 那干脆就医了你 我也没其他赚钱的东西 那我干脆不提前总行了吧 当即表面温和道 楚兄真想多了 赚钱的项目我真没有 况且一身铜锈 未免有些事快 我的心思也不再在钱上 唯一能拿得上台面的 可能就是FC家教平台 不知楚兄听说过没有 主要给大学生介绍点工作 收取少量的中介费 然后捐入助学机构 香雪留在我那 显然不是因为我能赚多少钱 而是能和我在一起时 可以体验到奉献的快乐 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做一个对社会非常有用的人 这些都不是普通的赚钱 能得到的 等楚兄哪天明白了这个道理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机构 捐助一笔钱 我为那些贫困学子 谢谢楚公子 徐芳这轻飘飘的两句话 却让楚以天感觉 如同吃了食一般难受 徐芳的话很阴险 先是鄙视楚以天 是一身铜锈的试快 又借机抬高自己的品位 最后恶心完了楚以天 还想让人家捐款 特么好事权 让你一个人占了呀 大家在心里 暗骂徐芳无耻的同时 看着徐芳的眼神 也多了几分忌惮 这个年轻人 虽然以前不混燕京 但这接二连三 能让楚以天下不来台面 确实是有大能耐 楚以天虽然心里难受 但此刻依旧风度偏偏笑道 原来这家教平台是徐兄做的 因为规模有点小 倒是没怎关注 平时都在一些大慈善机构 直接捐款 有时间一定照顾下你这机构 这句话 倒微微给他挽回了一丁点颜面 林老爷子这顿寿宴 本来林老爷子才是主角 但徐芳跟楚以天的的对话 无疑更吸引人们的眼球 两人的每一句对话 大家要仔细揣摩半天 才能明白这是一个深坑 两人却你一言我一语 字句如刀剑 在大厅内激烈地碰撞交锋 一时间大厅内 颇有些剑拔弩张的意境 等宴会结束后 在座的所有人才常舒了口气 之前会场上两位年轻人的 你来我往 那动人心魄的激烈程度 也让大家长了见识 过了今天 徐芳的名头 恐怕要在燕京传开了 现在的消息传播得很快 夜幕刚降临 除以天未婚妻被抢 又被肩夫怒对的消息 就传遍了燕京的二 三被圈子 徐芳从林老爷子家里回去 时间已经晚上八点 开着车 林香雪坐在副驾时 看着一脸淡然的徐芳 心里也有些欣赏 这个男人 出身一个小村子 但却是如此的不凡 看啥呢 我脸上有花 徐芳看林香雪盯着自己 好奇问了句 你今天对了除以天 现在燕京有人传言 除以天放了话 要一件件摧毁你的产业 你怕不怕 林香雪笑咪咪问道 怕 徐芳很干脆地认怂 真怕了 林香雪追问道 今天已经够让她闹心的了 我怕她这次吹得牛逼又玩不成 心里会抑郁 到时 万一找我来看病 我是给她治 还是不给她治呢 扑 去你的 你压嘴真碎 林香雪咯咯笑了笑 看着徐芳没有被吓到 心里也松了口气 那小子其实也有几把刷子 而且楚家的力量很强大 谢氏集团跟他们比 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谢氏集团一个餐饮业 就让咱们头疼了这么久 要是再加上那小子 咱们发展的路 还真有点难 那小子要玩真的 还真会让人有点头疼 明天我回A市 争取把酒店在潮上推动一下 别到时真被人削了 那丢人就丢大发了 徐芳嘿嘿笑道 行 我在家待几天也回去 林香雪点点头 才提醒着徐芳 除以天活这么大 一直顺风顺水 几乎没有像今天这般受挫 今天你一直对他 他心里肯定已经不爽 这件事肯定会对你进行报复 而且他手底下有不少能人 刚开始应该不会亲自出马 如果遭到莫名其妙的攻击 也不要奇怪 很可能是他派出去的人手 徐芳点点头 正色道 行 我记住了 尽量不给他报复的机会 嗯 那我先回去了 林香雪笑了笑 不陪你男朋友 睡会 徐芳坏笑问道 来这大姨妈呢 你吓得去啊 林香雪美目扫了眼徐芳 咯咯一笑出去了 徐芳本就是医生 自然看得出来 等林香雪走后半天才反应过来 心里不禁一阵懊恼 虽然来了姨妈 但并不代表不能尝试其他花样啊 但此刻后悔也来不及 徐芳只得郁闷地玩手机 一夜无话 一日十点 徐芳在楚嘉一行人的欢送下 离开了林家 下午一点半 徐芳便到了A市 下了飞机 徐芳想了想 今天倒是可以联系孔朝陵了 秀兰大酒店 知道徐芳要来 赵雨菲已经提前在门口等待 看到徐芳进来 赵雨菲立刻赢了上去 雨菲 最近营业额怎么样啊 徐芳进门笑问道 很不错 跟以前比长了不少 相对来说已经稳定下来 在A市 咱们的营业额 已经稳定压过江这大酒店了 赵雨菲心喜道 很好 对了 孔朝陵的电话你那有没有 我想约他聊聊 徐芳问道 你想挖他 赵雨菲惊讶问 可以尝试下 徐芳点了点头 行 我帮你约 还是你自己来 赵雨菲问 你帮我约吧 徐芳笑道 问问他什么时候有空 我今天都有时间 好的 来到徐芳办公室 赵雨菲拿出电话 找出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 孔朝陵很有质感的声音传来 喂 你好 哪位 是孔小姐吗 嗯 你好 我是秀兰大酒店总经理 赵雨菲 电话那边也没料到 打电话来的 竟然是这个人 犹豫了片刻 才问道 你找我有事 是这样 我们老板想约您聊会天 不知您今天哪个时候有空 赵雨菲客气问 A是 将这大酒店 孔朝陵此刻满脸怪异 秀兰大酒店的老板 不就是徐芳吗 他想约我聊聊 听赵雨菲的语气 徐芳应该不知道那天他就吓的人就是他 那究竟要不要见呢 如果还想以后跟徐芳继续进行酒店之争 现在回绝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但鬼使神拆下 他还是硬了下来 行 今晚八点吧 在三环北沿路 那边有个温馨咖啡馆 好的 谢谢您 挂了电话 赵雨菲打了个响指 成了 晚上八点 温馨咖啡馆 你去不 行 辛苦了 徐芳点了点头 赵雨菲此刻坐在徐芳身旁 眼里洋装幽怨道 徐芳 你把那女人招来 是想做我领导吗 徐芳文言一愣 按理说 把孔朝灵招来 确实应该做她的领导 但赵雨菲 毕竟是酒店的开朝元老 就这么给她安排个上司 确实是有点过分 犹豫了片刻 徐芳才道 也不能算你领导 她对酒店发展的命脉 把握得比较到位 也有国际眼光 把她招来 主要是负责酒店的总体改变 比如装修风格 服务风格等 不会具体参与到哪家酒店 而且我会让你受尾 屈 听着徐芳的话 赵雨菲心里一暖 手不自觉握住了徐芳 感受着那动人心魄的地儿 赵雨菲称道 你有心就好 只要能让酒店做好 做我领导也无妨 哈哈 你才是我开疆辟土的大将军 以后还有很多重要城市的酒店 都需要你来打冲锋 徐芳微微一笑 道 你好好努力 我让你赚得比他多 赵雨菲此刻扯下了徐芳的裤子 将自己去一去 直接坐了下去 小声道 拿出点诚意来 先交点粮再说 不多会 办公室内就传来赵雨菲高亢的声音 晚上七点半 徐芳吃过晚饭 便开车朝约定的地方时去 到了温馨咖啡厅 才刚七点五时 先生 请问您几位 看到有客人 立刻有服务员迎了过来 两人 有包厢吗 徐芳问道 这边有 服务员笑了笑 带着徐芳来到一处包厢 说是包厢 其实是用隔板一个个隔开的小区域 到了之后 徐芳要了两杯咖啡和点心 笑道 待会我朋友会过来 他幸空 你带过来就行 好的 服务员点点头表示明白 没过几分钟 徐芳耳朵一动 就听有人进来 这次徐芳被对着门坐 倒也没回头看 您好 请问是孔小姐吗 服务员看到来人进来 先朝里面看 立刻猜出了她是来找人 对 这边请 服务员客气说了句 便带着孔朝灵朝徐芳坐的包厢走去 就是这里了 两位慢用 有什么事直接叫我 服务员笑了笑 便退了出去 徐芳抬起头 看着进来的孔朝灵 眼睛顿时瞪大 装出一副惊讶的模样 是你 徐总 别来无恙啊 看着徐芳震惊的模样 孔朝灵心里也有些恶趣味的得意 来之前 她就想过无数种徐芳见到她的表情 结果徐芳表现出的态度 确实验证了她的猜测 你真是孔朝灵 徐芳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又确认了一次 是我 如假包换 孔朝灵落落大方 坐在徐芳对面 笑道 上次真是太感谢你了 为了答谢你 这次咖啡我请 拓 真巧 徐芳也终于反应过来 温和笑道 刚下班啊 提前下班了 拓 这么辛苦 以前某酒店没来的时候 我过得挺轻松的 一般很少去公司上班 某些人来了 真是平白给人添麻烦呢 孔朝灵意犹所指道 文言徐芳尴尬道 大美女 这是在怪我呀 是啊 孔朝灵很认真地点点头 那这咖啡我请 全当赔罪了 徐芳温和道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孔朝灵心里藏不住事 跟徐芳说笑了几句 直接了当问道 徐芳考虑了下 才轻声道 随便聊聊天 你现在感觉工作环境怎么样 有前景没 听到徐芳的问话 孔朝灵眼含笑意盯着徐芳 好笑道 有没有前景 上次在我家 徐总分析得很到位啊 徐芳自然明白 孔朝灵指的是 他上次抨击将这大酒店 没发展前途 又把谢氏集团的谢正非 羞辱一番的事 此刻听孔朝灵提起这事 徐芳干脆敞开了问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对你的才华和能力 我非常欣赏与敬佩 我想问问你 有没有换个工作环境的想法 为什么要换 孔朝灵反问道 听孔朝灵没有态度强硬地回绝 徐芳心里一喜 这说明孔朝灵跟谢氏集团 并没有达到铁板一块的那种地步 整理了下思路 徐芳才道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些话 虽然抨击你们酒店有些不地道 但我也在陈述一件事实 你的才华在江浙大酒店 无疑是被埋没了的 而且他们能给你的舞台 会越来越小 为什么会越来越小 孔朝灵问道 因为秀兰集团会不断扩张 将这两省的市场就那么大 我们的崛起 势必是对你们的冲击 那你又这么肯定 你能抢占很多市场份额 你们在A市这么长时间了 不也才达到今天的地步吗 虽然你们现在发展得不错 但现在才哪到哪 最后露死水手 还真说不准 孔朝灵反击道 徐芳笑了笑 温和道 要不我跟你分析分析 如果你感觉秀兰大酒店更有前途 你就同意来我这上班 如果比谢氏集团潜力大很多 我可以考虑考虑 孔朝灵脱塞说着 显然对徐芳的话很质疑 徐芳将孔朝灵的神态看在眼里 笑道 虽然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但为了你 倒可以跟你说 你一定感觉我们酒店发展比较慢 来A市这么长时间 才攻占了一半的市场份额 而且你这里还有后招 还有赢我们的机会 我们想攻占将这两省的市场 那更是痴人说梦 是这样吗 不错 孔朝灵对自己的能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们现在出的招 你感觉公事猛不猛 徐芳反问一句 不得不承认 确实很厉害 但你们也说了 痘灭泥的产量比较低 应该支持不了多久吧 等你们拿不出痘蔻泥 痘蔻泥之后 也没有让全民关注的产品 你们后续肯定就乏力 而我们不断地改变 赢你们还是很有优势的 孔朝灵对自己的判断比较有信心 看着徐芳的眼神也有些戏谑 徐芳摇了摇头 笑道 我跟你拖个底吧 痘蔻泥的产量其实可以挺高的 我们完全可以再拿出几千瓶 你如果能入职 我可以送你十瓶 听到徐芳这个承诺 孔朝灵心里一喜 眼里有些异动之色 但徐芳接下来的话 却更让孔朝灵心神俱阵 除了痘蔻泥外 我们后续还会有更多优质产品推出 而前期想购买这些产品 也需要有一定门槛 比如是秀兰大酒店的会员 再比如在秀兰大酒店积累了多少积分 才有购买资格 豆蔻您面向的用户只是女人 但接下来的产品 很多却是全民适用 到时在几个产品一起推广下 你感觉我们的进攻 会不会比现在更灵力呢 将这大酒店又能支撑多久 徐芳问了句 孔朝灵文言沉默了下 显然还在考虑徐芳所说究竟是不是真的 徐芳也没等他回答 自顾自嘲下说 这么长时间的发展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发展的错误 我确实是想打下苏浙 两省的高端餐饮市场 在来之前 我想的是以一个点入手 等全面占领A市后 再一点点朝外渗透 但这样的话很难 我们不可能占领全部的市场 所以接下来 我们会在苏浙两省全面开办酒店 听徐芳说这些 孔朝灵微微有些失神 徐芳说的这些 也恰好是他最担心的两点 秀兰大酒店 在A市能有这样的成绩 在苏浙两省其他城市 肯定也会有不俗的成绩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苏浙两省的餐饮市场 势必会被徐芳都掠夺去大办 深吸口气 孔朝灵才问道 现在酒店很难寻找 而且想开一家酒店 需要的资金动辄几亿 你们一时半会 也没法拿出来钱吧 徐芳咧嘴一笑 道 我们秀兰大酒店的盈利其实不少 每天也有大几百万的净利润 再加上我们的秀兰火锅 每天的净利润 是达到千万的 这样的盈利基础 在银行贷款 应该也不成问题吧 再跟你透个底 在金陵市 我已经找好了一家酒店 现在正在装修 未来几天 我们也会不计代价 去寻找楼盘 潮灵 我跟你说过 秀兰大酒店的目标 不会局限在苏浙两省 一 各小目标是在华夏第一 一个大目标 是做到全世界之名 我可以给你无限大的舞台 现在我正式邀请你 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秀兰集团CEO 年薪五百万 并享秀兰大酒店 百分之一的利润分红 不知这样能不能打动你 徐芳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百分之一的利润 照现在日盈利接近千万来算 我这一天的工资 就是十万啊 这只是暂时的 等酒店真的占领了 苏浙两省的市场 待遇肯定又得翻两番 在钱财上 徐芳很少小气 这次也一样 很坦诚跟孔潮灵算账 孔潮灵看了看徐芳 眼里有些惊讶 现在秀兰大酒店给她的待遇 跟江浙大酒店差不多 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在秀兰大酒店 无疑会赚得更多 孔潮灵现在已经有不少钱 对钱的渴望没那么大 现在她追求的 无疑是怎样获得更大的名气 如何最大化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想着徐芳给她的承诺 让她心里还是忍不住振奋了下 确实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呀 打定主意 空照理财深吸口气道 那十瓶豆蔻泥 多久能有 很快 三天内 徐芳快速回答后 才惊喜问 这么说 美女你同意了 孔潮灵微微汗手 轻声道 既然徐总诚心邀请 我要是拒绝 为免不施抬聚 可以来你们这试一试 不够我也有条件 第一 什么时候豆蔻你来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签入职协议 第二 我有我的运营策略 如果我给你预测的结果你满意 就不要在乎过程我怎么做 每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别人的干涉可能会影响我的正常思绪 第三 如果我入职后 发现你欺骗了我 你们酒店根本没你说的前景那么好 我会随时离开 徐芳文言一乐 点点头道 没问题 相信酒店会给你惊喜的 那我明天带着豆蔻你 去找你签入职协议 你那边什么时候能辞职 我想走随时都可以 孔潮林笑道 行 那咱们签了协议后 最好半个月内你能过来 徐芳提议道 酒店现在还在迅速发展的时期 咱们一鼓作气 先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 等一切步入正轨 以后你工作也会很轻松 没问题 那我代表秀兰集团欢迎你 徐芳举起咖啡和孔潮林碰了一下 又跟孔潮林聊了聊酒店的运营理念 徐芳才起身告辞 等孔潮林回了家 脑子里也一阵感慨 如果不是跟徐芳接触 她以为跟江浙大酒店 跟秀兰大酒店比 差得只是饭菜口味 但跟徐芳聊了天之后 她才压然发现 两家酒店 从运营方式 领导能力 发展策略等各个方面 都有这不小的差距 这也让孔潮林 并没有辞职的失落 有的只是对未来的期待 当天晚上 徐芳没有停留 坐飞机回了粤海村 回到家后 也没去打扰吉女 找出雪晶花后 连夜开始炼制豆蔻泥 等三十瓶豆蔻泥炼制妥当后 徐芳才心满意足睡了过去 早上 徐芳跟郑秀兰几人碰个面 吃过饭后 徐芳又坐飞机回了临安 到了临安 时间已经下午 把孔潮林约出来 将十瓶豆蔻泥摆在她面前时 孔潮林眼里不禁闪过了浓浓的喜意 也爽快跟徐芳签订了入职协议 真的挖来了孔潮林 徐芳心里也一阵兴奋 孔潮林的离开 必然会对将这大酒店产生巨大的冲击 这个时期必须要迅速把酒店开起来 不能给谢氏集团喘息的时间 如果对方找到了其他管理酒店的人才 对秀兰集团来说绝不是个好消息 签下孔潮林 徐芳并没离开临安 而是先回了酒店 给林香雪打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 林香雪慵懒的声音传来 徐芳 你找我 香雪 我把孔潮林挖来了 半个月内能入职 徐芳率先报喜 电话那边的林香雪一愣 随即惊喜道 可以啊你 怎么牵来的 徐芳也不隐瞒 从上次英雄救美的局开始 到后面的后续全部说了出来 对徐芳的智慧 林香雪向来很敬佩 此刻更是赞道 厉害了我的歌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按照咱们原计划的 先尽可能地挑选酒店 然后在几个市 迅速把酒店开起来 徐芳温和道 我的想法是 先去各个市区 联系各家酒店 如果他们生意不怎么样 而且愿意出售酒楼的话 在一定溢价范围内 我们可以高价直接售过来 这样能给咱们节约大量的装修 改造时间 可以 就按你说的这么办 钱的事现在是首要问题 如果贷不来款 咱们的计划也完不成 林香雪苦笑道 传道桥头自然直 先不着急 我先联系着试试 徐芳宽慰了一句 嗯 我后天回去 钱的事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实在不行 我跟家里要 林香雪笑了笑 并没太多的忧虑 不过徐芳知道 雅仁这性格 肯定是不想要家里人资助的 模棱两可地回应几句 倒让电话那边的林香雪 眼嘴轻笑 挂了电话后 徐芳也深吸口气 既然林香雪也支持 那接下来就要做实事了 本打算自己去找公司 但想了想 徐芳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上次自己找思南地产的副总经理 帮他寻找米线店 只是一天的功夫 就找打了三百多家非常靠谱的地段 这些对地产如此专业的人才 找他们应该更适合 想到这里 徐芳找出雷玉珍的电话打了过去 思南地产 雷玉珍最近有些压力山大 上次他一口气揽了三百多家小商铺的事迹 已经被老板知道 并对他大家褒奖 如今眼看着林静年关 平时他工作就非常出色 如今有了这三百多单子的加持 他今年倒有希望朝上再走一走 但还差一个契机 如果在年底之前 还能签一个大单子 自己升职成总经理的职位 应该就是定在铁板上的事了 但这大单子 确实不好找啊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明年又得重新开始了 丁玲玲 一阵手机铃声传来 扰乱了雷玉珍的思绪 看了看号码 雷玉珍心里一跳 打电话过来的人 正是他的大客户徐芳 当即换上了清脆温柔的声音 巧笑道 徐总 我是雷玉珍 珍姐 最近忙吗 徐芳客气问了句 还行 不咋忙 您还要买小商铺 雷玉珍满怀希望问了句 哈哈 不买 文言雷玉珍有些失望 不过他也知道那种事可遇不可求 当即笑道 那您找我 聊天 哈哈 行啊 我问你啊 你现在是只能负责A市这边的地产吗 徐芳问道 听到徐芳竟然问地产的事 雷玉珍精神一震 震声道 现在主要负责A市的业务 但我们公司是相通的 其他城市的也能做 或者帮您介绍也可以 不知您有什么需求 我一定尽力帮你解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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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